大兄弟们 你们和女生相处是不是做到了语言上的嘘寒问暖 行为上的随叫随到 但结果呢 做了这么多还是输 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克制这个行为 点赞收藏看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你就会发现 只要你能够忍住这个事情 对你再冷淡的女生也会忍不住热情的倒追你 这个兄弟他找到我说 楚儿我是做游戏开发的 我性格比较内向 两个月前呢 公司来了一个性格活泼的人士 有次啊 他请同事们喝奶茶时 单独给我买了咖啡 他说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喝甜的 想我应该也是不爱喝 说实话 我没有想到能被人关注到 当时很感动 后来我开始主动的跟他搭话 他就像个小太阳照亮了我的世界 他有时去喝酒 我一个从来不会喝酒的人 为了陪他保护他 我还悄悄在家里自己喝酒锻炼酒量 有一次呢 他发朋友圈 好想吃上海的一家网红店的蛋糕 我看到之后啊 马上花了几千 找闪送送到武汉 想给他惊喜 但后来我却发现 他在和另外一个男的在喝酒 我一下子有点火大了 质问他 他却说我怎么管那么多 后面呢 我也意识到了自己有点冲动了 跟他道歉 他却不理我了 怎么办呀 那了解完了情况之后啊 看得出来 大兄弟很喜欢那个女生 但是他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一看见女生和别的男生在一起 就质问女生 就忘了 他们目前的关系 只是朋友 没有身份的醋 吃的最酸 女生呢 也会觉得你越界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其实你只需要克制 不把重心放在未知的猜测上 而是放在现在和女生的关系里 那你就能够很轻松的 拉接和女生的关系 我呢 先是带着大兄弟做了思维提升 期间兄弟的心态明显变了很多 一周之后啊 时机成熟了 不然大兄弟直接问女生 你上次喷的香水是什么牌子 兄弟和女生呢 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了 刚联系呢 不是问自己 这几天过得好不好 而是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香水 女生肯定就会疑惑了 那这个兄弟到底啥意思呢 不回吧 害怕这个兄弟觉得自己很小气 还在为前几天的不愉快耿耿于怀 所以呢 女生一定会回 半个小时过去 女生甩了一个链接过来 看得出来呢 女生并没有消气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她回了 我们就有办法 我们说 我以为多贵呢 才两千多呀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问了一句 你什么意思 我们这里回 有的东西 闻起来好闻 看着也好看 但一了解才发现 也就那样 空有其表 有的人也是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兄弟之前对女生 可以说是掏心掏肺的好 女生享受了这份好 却又不给出回应 那兄弟的质问 虽然是越界 但是女生的视而不见 才是两个人关系的真正矛盾 所以我们现在 必须要借着香水的名义 去点一下女生 你说这里直接回了 你说谁呢 女生生气了 也就意味着 她听懂了兄弟的言外之意 知道兄弟这么说 不只是香水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说的话 既不能不给女生面子 让她觉得难堪 又要让她起到反思的效果 所以我让大兄弟 是这么回的 我说的是香水 但你要是觉得 我在内涵什么的话 其实是你的问题 就好像有人骂我穷 我并不会生气 因为我不缺钱 兄弟们记住了 追女生千万不要想着 一味的服软 只有我们真正的 把证据甩在她脸上的时候 她才会着急 才会想去解释 为自己开脱 女生呢 这里怼了回来 你有钱了不起 花点钱追不到我 就这么说我 果然 女生用的就是这一套 不过很遗憾 在我们这里呢 是行不通的 网上大兄弟直接回 好一个花了点钱 我花二百 请我朋友吃个烧烤 他们都知道感谢 开玩笑叫我衣服 花几千为你买的蛋糕 你却在这里说一点钱 网上炫富视频看多了 忘了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了 兄弟们 我们真的要和女生去计较那些得失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你不去争呢 女生就会觉得拒绝你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那他却不会为你考虑 很快女生回了 我知道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也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但是你觉得花钱就一定能够追到我 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一个商品吗 女生这么说呀 其实就是愧疚 但是碍于面子 他不可能直接的跟这个兄弟道歉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给兄弟呢 丢出难题 不过呀 这种问题在我眼里只是小菜一碟 我呢 直接让兄弟反击回去 我的真心里气入闭履 但每次转账你却笑脸先赢 你说到底是谁把自己当商品 谁在误夸自己 我们就用女生套路把话还回去 你说我把你当商品 但你每一次的所作所为 也证明了你是享受的 你是愿意的 那女生绝对会不服气 当她情绪高涨的时候呢 才能露出更多的马脚 女生回了遗传省略号 有说到 你现在是在跟我翻旧账是吧 那我问你 是谁知道你不爱喝甜的 所以特意给你买咖啡 是谁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陪你矿工去看电影 你现在跟我说 只有你在付出 其实女生说这些呢 也是因为知道自己 现在的确处于下风 她想要和大兄弟 回到平等的关系 但这也说明了 女生其实并不是 完全不在意大兄弟 不过我们的目的啊 从来都不是阵风相对 而是让大兄弟和女生 长久的幸福 所以我们回 那我明白了 在你眼里 一杯咖啡 一场电影 就足以换到一个人的真心 我花的那些钱 陪你那段时间 纯属是我自己傻了 和女生聊天啊 一定要软硬切换着来 我们这句话能发出去 女生的心理 绝对是无味杂陈的 过了一会儿啊 女生回了 你不要这样说 OK 我知道你也对我很好 但是我真的不想轻易冒险 我们就做朋友不好吗 我们这里回 对不起 真的喜欢的人 是没有办法做朋友的 哪怕再多看一眼 也还是想忍不住想拥有 友情可以无限包容 但爱情不行 所以你不要怪我太贪心 我就是想要参与进你的生活 面对女生的纠结 我们直接大方展示兄弟的战友欲 告诉女生 兄弟仍然有想和他再一次坚定和决心 这里呢 不要害怕被拒绝 在合理的时间去展示你的战友欲 相信我 没有女生会不喜欢偏爱 和不可替代的感觉 一个小时过去了 女生呢 还是没有回 兄弟开始坐不住了 我安抚大兄弟 给女生一点消化的时间 又过了一会儿呢 女生回了 那你就不怕 我一直不给你回应 难道你不会累吗 我敢断定女生现在已经开始动摇了 她想要再次确认大兄弟的心意 我们回 为什么会累呢 就像那一次给你买蛋糕 我不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嘴条 要吃那么远的 我只是看着手机里的配送时间 想着怎么还不能快一点 我想早点见到你的笑容 听到你的声音 一想到这个呀 去见你的路上都嫌时间过得好慢 兄弟们 快餐时代里真诚永远是最后的必杀机 我们告诉女生 喜欢本来就是无法表达的 但因为你的出现 我才发现了喜欢能是具体的 这里女生回了 哎呀那你刚刚还那么凶 我差点以为 你是不是以后都不打算找我了 其实到这里呢 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 女生什么意思 后续呢 我也给大兄弟提醒了 聊天的时候应该注意的点 那现在呢 两个人相处的很开心 追女生啊真的不难 只要把握好节奏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那你就能够成为感情里的大赢家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欣赏让他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回方们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让我来帮助你 如果已经切换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链接放手 拜拜